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好久没回来这个地方了 今天这一期节目 送给那些 又求最好 又求最贵的同学们 或者不求最好 只求最贵的同学 不卖关子 今天就是这一台 全新2017 前两天才在车展上看到 现在唐大叔已经拿到现货 兴奋不已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2017款全新吉普木马人 卢比肯的第二个特别版 RECON Baby 那木马人这个卢比肯呢 唐大叔已经介绍过好多次了 但是呢 最最与众不同 最最特别的 就是这个卢比肯的两个特别版 一直长久以来呢 卢比肯只有一个特别版 也就是这个硬石头 Hard Rock 那唐大叔当时看到的时候 也是惊为天人 也是当然玩越野的朋友们 可能大家心里面最终极的 最梦想的这个所谓Dream Car Dream Jeep Jeep不是Car啊 这个大家一定也要注意 就是卢比肯的硬石头了 那今年呢 一些车展之前呢 造势啊 或者一些车展上面呢 出了这个RECON RECON这个词呢 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军旅的感觉 当然多数莫马人 它是军旅的感觉 RECON呢 更像是特种部队 或者是军队里面特种部队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更牛一点 对吧 所以呢 他也把这个名字呢 用在了所有这个木马人 所以唐大叔说最贵的 你现在去美国的官网看 拉到最下面 那就是这一台RECON的这个 这个卢比肯的特别版了 那唐大叔先来跟大家过一过 这台车到底特别在哪里 但是呢 有一个小的秘密 就是呢 这台车呢 那怕大家不知道 这个呢 他还写在他这个DECO上面 首先呢 卢比肯大家知道 这个普通的木马人呢 就是前面的轴是DANA30 后面DANA44 那卢比肯就是前后都是DANA44 但是呢 硬石头还有这个RECON上面呢 还要加强 它是更更这个好一点的 更更强壮一点 当然是不是呢 只有时间才能知道 那第二呢 410 那这台是手动挡的 手动挡标配呢 卢比肯都是410的 那大家知道这个是轴笔 轴笔410的话呢 将来放到37寸轮胎 如果两门都没问题 都可能不需要改轴笔了 那这个是轴笔也告诉你 True locking对吧 这是卢比肯的前后都有锁的 4比1 low gear 这个low gear box 那4比1这个呢 给你最大的这个所谓的calling ratio 就是爬石头或者爬什么东西 最大的 其实直接讲究速度很慢 你率超大 那你放在一挡 轻轻给油或者不给油 这个车都爬上去 那这个的话呢 Brick locking differential呢 那它就是这个所谓刹车上这一块 而且自动挡的话呢 有这个heal descent control的 就是下斜坡的控制 这块不用管它了 最主要呢 卢比肯咱们买的就是两个 sweep bar disconnect 那这个卢比肯特别板当然也有 另外呢 transfergate skate plate 当然所有木板人都有 但是硬石头板和这个呢 它会更强一点 更多的保护 什么油箱啊 主要部件的保护啊 Rock rail 这个Rock rail说起来有点意思 平时呢 卢比肯也好 沙哈拉也好 有楼梯啊 或者有划石头 但这个是特别的 最近也是唐大叔 一直给客户推荐的这种两层的 第一呢 它不影响越野的时候 这种通过率啊 还可以划石头也很结实啊 第二的话呢 它这个上下车 小踩着小楼梯 当然这台车你要买的话 最好 不是最好了 大家也知道 将来肯定要改得很夸张的 所以这一块呢 也不需要另外去弄 大家最后再接下来看 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Toehook 都是前后红色的 这个红色一看 就知道是硬石头 他们这一套的 所以挺有意思的 它怕大家不太了解 这个卢比肯 还有这个特别版的这些 它还专门写在这 挺有意思 唐大叔第一眼的时候 倒没看到这个 那第二呢 最主要 Rubicon的 Rubicon的 Special Edition的 Ricon 很帅啊 还是这种金属做的 那这个天线了 跟老的一样 都是标准的了 Rubicon 那我们现在再来一一看看 其他的东西 首先咱们绕到最前面 为什么这个 Rubicon的特别版比较爽一点的 包括硬石头版 就是有几样东西 第一的话 你看这个前面 这一个防转栏 它是金属的 那平时所有的 Rubicon呢 平时所有的这个木板呢 一般都是塑胶制的 还有另外几个顺便一提的话 有唐大叔能想起来 应该75周年纪念版 冬天的这个Winter Edition 好像其他就没有了 硬石头还有这个Rubicon 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有了以后呢 它是Winch Ready 现在呢 它用一块金属的东西 已经把这里 给挡住了 对吧 如果你把这卸掉呢 你加了Winch 再把这个口子打开呢 你是可以直接搅盘了 另外小红钩刚刚说过了 另外呢 这款车是17年全新的 就是17年的LED灯 LED灯 这个什么口音 LED灯啊 LED灯已经装好了啊 你看这个灯啊 还有屋灯啊 都装好了啊 那另外的话呢 前面这个Bumper 也是蛮多功能 你看这里有螺丝 你可以把它打开之后 有些人喜欢短的style 我们叫Short这个Bumper 你就可以把这两边 两块拿掉 不然的话 现在这样子 就给你更多的保护 那就 就是还是蛮多功能的 一般Bumper 我们都要讲这个 还有防撞的 这一块都有了 然后另外 屋灯LED灯 再来的话 就是这块东西了 很多人呢 喜欢这个硬石头 以前这个就会问 对吧 哎呀 那我搞一个这个引擎盖吧 这一个引擎盖 可是超不便宜的 但这个呢 不像游戏 你现在只是样子货 这个实际上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 可能能看到一点 它是确实有散热功能的 如果将来真的 特别是在北美 可以随便改车 去弄一个这个 Super Charge的引擎 那这样降温也会效果非常好 再来到旁边继续绕呢 那轮子呢 这块蛮有意思 轮子是用了标准的 卢比肯的轮胎 对吧 这个BF Goodrich 这一个泥地轮胎 配的这个17寸的轮毂 但是呢 它这个轮毂 是所有的木马人 其他型号上都没有的 所以是一个 完全为了RICON重新设计过 而且这种呢 就是金属的强性 强度比较好的 所以有些人呢 可以用原装这个轮毂 加更大的轮胎 当然它有一定限制了 大到一定宽度了 它就肯定不行了 那这一块是挺有意思 但这个轮毂蛮帅 这个东西呢 已经标配了 很多人会去加的 这个尾灯的保护的东西 对吧 那后面另外的话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金属的 这个防状 这一块的话呢 就这么眨眼一看呢 功能性上 没有前面的那么多 但是呢 它是首先提供足够保护 第二的话 还是有些东西 可以去加的 将这些东西打开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 以后加一个 这个前进顶啊 这个 或者加些其他的配件呢 那再来的话 小红钩也是非常的帅 还有呢 这个脱钩已经有了 脱钩组已经有了 那另外这一块 也是小的细节 唐大叔上两个视频 介绍的车型的时候 冬天版和这个大雄版 他们也给了这个东西 所以很好的 对吧 特别是越野比较猛的时候 很多泥乱七八糟搞在这 你去清理还是挺麻烦 有这个保护 而且比较好看 还是都给大家挺实在的 那这样一迁绕过来呢 外面呢 大概大家也看到了 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了吧 咱们呢 现在跑到里面再去看一看 一打开啊 这个门硬若脸人就这些红色了 小红小红 唐大叔红黑 我认为很多黑色里面有一点红色 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红到底红在哪几个地方 咱们一一过一下 首先这个旁边侧带门上呢 那另外这个地方的带子 这个地方的带子 还有另外一边门都是红色的 第二呢 虽然卢比肯呢 都有越野这一块 对吧 他会写这个off road 大家可能有点一点点看不清楚 没关系 off road 然后呢 就这两个锁 锁的话呢 按键都是用小红色 非常的爽啊 帅啊宝贝 再过来呢 这个椅子 这个是皮衣板的 对吧 皮衣板 然后呢 黑色的椅子呢 用了红色的缝线 而且大家眼尖的同学看到了 它是可选项 有红色的锡表 好帅的 有点爽啊 有点爽 另外这台车呢 其实已经顶配了 基本能选都选了 所以呢 这块唐大叔以前说过 这个所谓的liner 这个硬顶的liner 它这个东西呢 第一的话 就是防灶会有一点点的效果 另外的话 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保温的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配了 那另外的话 当然皮衣加热仪 它已经也配了加热仪 对吧 在这里加热仪已经有了 那另外的话呢 看到后面一大堆盒子呢 这个是双顶板 所以软顶也就包括了 软顶和硬顶 双顶板是比较爽的 第一 你比你分开买便宜 第二的话呢 其实软顶呢 要装的话 它是需要一些 额外的小东西吧 对吧 螺丝啊 或者架子什么 那你如果有了双顶板呢 你这块就不用另外去逃那些了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 只是跟大家戴一下就行了 再来呢 这个瑞昂板呢 这一块呢 仪表盘倒没有说什么惊为天人 但是和平时的木板是不一样的 最主要呢 它这块字体不太一样 里面写的卢比肯 对吧 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看上去呢 有点小花 但是开的时候 刚刚开过来觉得还可以 它是这样子的 一般特别版也好 或者什么什么版本 都会在这块 仪表盘做点文章的 对吧 这个就是 瑞昂的 这么来做的 第二呢 它这些panel 对吧 这些地方的 用的材质和颜色呢 也是和一般版本 像普通的 卢比肯或者普通的 其他非卢比肯的 这个标准木马人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 有点小磨砂的 跟刚刚那个 轮毂的那种感觉有点像 对吧 那这边也是 再来的话呢 下面这台是手动版的 手动版就这样子 这次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有木马人一样 以前汤大叔都讲过 而且这个四驱具体怎么用呢 汤大叔也讲过 也做过视频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学一学 这个四驱的正确用法 那最主要呢 这个坐在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这这块 卢比肯真的 对吧 每次开车门的时候 看到卢比肯几个字 再有红色的 红色的这种安全带呢 一般他都喜欢这个 用在一些跑车啊 或者什么上面 那这个上面用了 觉得还是挺酷的 其他的东西呢 倒没什么和其他不同 对吧 基本上呢 唐大叔以前都详细讲过了 如果感兴趣 同学都可以回去看 这UKANA系统呢 也剪得 呦 嘻嘻 唐大叔用自己的新相机在拍呢 那最后呢 唐大叔跟大家聊一聊 这台车适合谁 当然我一定要记一下 这个红色的安全带 比较爽一点 这台车到底适合谁 其实唐大叔呢 简单帮大家选车的时候 我就简单说一个概念就是 木板只有两种 卢比肯和非卢比肯版 像唐大叔之前介绍的这个大雄特别版 冬季特别版 我认为都是非卢比肯版本里面非常好的 那当然这里面已经给你加了东西了 是不是你需要的 那这个可能要见仁见智 但是基本原则呢 咱们第一开始买车的时候要想好 这台车接下来 你要想三年五年以后 我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车 使用用途是什么 如果家里就这么一台车 我买了木板人全家都用 我肯定要兼顾这个 火车怎么跑过来 那如果家里就这么一台车 我肯定要兼顾平时开 对吧 就是所谓onroad在公路上开的 还有周末去玩 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旅行这种越野能力 一定的提升 那在这种考虑下呢 其实非卢比肯版完全可以 最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你买卢比肯 你要知道一下子这个价位摆在这 是蛮高的 如果你卢比肯要改的更牛一点 或者说你就原装卢比肯的话 说老实话 它还是有这个高度的限制 对吧 通过这个限制 你也不是说哪里都马上可以去的 那你非卢比肯版的话 你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钱买好之后呢 你有一部分预算 可以去做一些小改装 改装完之后 其实如果你加了35寸轮子 35寸轮子 假如说加高0.5寸 它的能力已经比这台最贵的 这个 这个卢比肯已经厉害了 可以这么来说 因为它有离地高度的优势 它有更好的轮胎 那如果呢 这个反过来说的话呢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把全部预算都用在改装上面 那就找一个最简单机部 或者有一部分呢 他知道三年以后 或者第二次买机部 我这台车是拿来回越野的 家里还有别的平时用的车 就不考虑平时在路上了 那只要这台车酷 这台车这个能力强 那肯定买卢比肯 那卢比肯之后 又有现在这些特别版 特别版的话也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木马人 他现在吉普给你的一些东西 还是蛮实在 像这个前后的金属的这个防撞栏 对吧 不一样的轮毂 这个引擎盖 这些东西都是蛮实用的 而且更好的硬件吧 对吧 可能很多东西是看得到的 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 但是不管看不看得到 它是在那里的 对吧 那当然这个车看上去也很特别 样子也很重要 那这样在这个基础上 肯定还要留预算去改装 那也有可能就这么开 当然你要愿意也可以 当然这个尼迪轮胎啊 还有410的轴比啊 平时开肯定会有一点这种 特别的感觉吧 喜不喜欢就看你自己了 我有同事确实他这个 一直买卢比肯 一直从来没去越野过的 我一直吐槽他 但是有人就喜欢这样 也没问题 但他那时候呢 唠叨半天呢 简单说就是 卢比肯不代表什么 第一你要有技术 第二你要想好三年五年以后 你这个车要什么样子 第三的话 你到家里几台车 像我朋友可能卢比肯 改的乱七一塌糊涂了 就是周末越野用的 那有人的话 全家就一台车 你要兼顾到 像唐大叔这台 家里的现在这台四门的吉普 就是这样子 越野的能力也提升了 那平时开呢也不错 所以呢 最主要是讲今天这台车 但从事也跟大家 谈一谈这个唐大叔观点 所以这台车适合谁呢 那只求最好 又求最贵的人 或者呢不求最好 只求最贵的人 呃 合适的篇幅就可以了 也是大家给我意见 我也听了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这个住在温村 喜欢这个车 想买这个车 或者加拿大 BC省这边呢 可以联系唐大叔 联系方式呢 就在微信 直接扫一下就可以了 那广告也不多说了 呃 有一阵子没见了啊 因为唐大这个温哥华天气啊 三个月 基本都在下雨 下来之后人都很郁闷 呃 天气也不好 这个出来拍不了什么 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车型 所以最近出来新车型 唐大叔都已经介绍过了 还有什么别的好玩东西 拍了很多都 有点偷懒 还没有弄好 那唐大叔呢 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期木马人的介绍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喜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